確診數攀升 那今天特別來那個部立的屏東醫院衛免醫護人員 那現在6月15號入境改為3加4天 是不是代表民眾出國已經不遠了 那還有醫生分析不排除3個月後再次出現疫情高峰 那現在放寬防疫措施是不是被 有人質疑是替城市中參選解套 那侯友宜現在稱雙北疫情仍然嚴峻 那院長的回應 這兩年多來國人同胞辛苦了 尤其是第一線的防疫人員最辛苦 今天特別到屏東醫院來 就是要給所有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感謝加油鼓勵 也正因為有國人同胞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團結合作 我們的疫情一步一步走到 要回復正常生活前的最關鍵時刻 一點都不能鬆懈 但是國外也都已經以病毒共存 並且開放國境 我們也早就說要回復正常生活 但是要一步一步做 所以我們的防疫指引都是依照醫療量能 疫情狀況以及疫苗施打的情況 做一步一步的進度 昨天在行政院我召開防疫會議後 下午已經有指揮官對國人同胞宣布 原來的7加7後面的7不用了就是前面的7 改為3加4 但是還是請大家依照防疫指引 大家一起做好 我們才能一步一步推到更放鬆 同時也拜託國內同胞 我們還是要打疫苗還是要做各種防護工作 那隨著疫情狀況 我們良力良能 我們會逐步的開放 也希望台灣能夠早日完全的正常生活 還可以出國 那這還需要大家做最後階段的努力 至於所謂選舉等等 我們不是用選舉考慮 是用疫情來為全國同胞做事